台湾的面板液扬梅吐气 根据研调机构的调查 群创第二季在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器的市占率 首度超越了三星 拿下世界第二 仅次于南韩的热晶显示器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发笑豪语 指出集团面板产业要朝全球第二大迈进 根据研调机构Display Search数据显示 群创第二季9.1寸以上大尺寸面板 和超高画质电视面板 以20.2%施展超越三星的18.7% 拿下世界第二 仅次于南韩热晶显示器的25.2%施展 面板其实事实上在所有显示器里面占最大 所以它一旦市场稳定 下半年的市场就不会太差 台湾面板业扬眉吐气 由于三星在面板记忆体手机等领域 长期和台厂交锋 大多是三星居上风 群创则是在车用医疗用面板业务 抢下全球第一 这次大十寸面板施展 首度跨过三星障碍 成为继台积电之后 第二家在主流电子产品 超越三星的台湾电子业大厂 4K2K是群创一开始最早去推广的产品项目 那随着各家的厂商以及各个面板加入这个4K2K的领域 我们觉得对这整体的电视的市场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 不过有市场观察家指出 三星显示器因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小尺寸OLED面板 供应给三星电子 因此导致第二季大尺寸面板施展遭群创追过 在高画质电视面板施展也下降到22.3% 分别输给群创的25.3% 和乐金显示器的36.8% 林森丛夫特特 在高画质上的大尺寸